大家好,我是燕子 每天更新一道菜 今天用大蝦來做好吃的 先把大蝦頭上的刺剪下來 再挑出蝦餡 全部處理好後洗乾淨 瀝乾水分備用 薑切成片 再切成薑絲 小蔥切成段備用 把鍋燒熱倒入油 放入蔥段用小火爆香 蔥段變焦黃後撈出來 鍋裡的油便是蔥油了 這時候把大蝦放進來煎一下 經常翻動一下大蝦 讓兩面受熱均勻 煎的過程中按壓一下蝦頭 把蝦膏壓出來 煎到蝦兩面變色 把薑絲放進來翻炒幾下 然後淋入適量料酒 適量番茄醬 一勺白糖 翻炒均勻 再淋入少量水 蓋上蓋子蒙兩分鐘 讓大蝦充分入味 等湯汁變濃稠時 再撒入少量的鹽和小蔥花 用鍋鏟推均勻就可以了 最後把蝦裝盤就可以開吃了 酸甜的口感非常受小朋友喜歡 多吃蝦還能增強免疫力 如果你喜歡也試試吧 好啦 本期視頻就分享到這裡啦 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 每日為您更新一道菜 請訂閱